赵丽颖拍戏空戏想儿子,安排人去逢少风处接娃 近日,有媒体在恒电拍到正在拍摄新剧的赵丽颖,虽然工作忙碌,但她却不忘把儿子接到身边陪伴,可见内心对孩子一直都很牵挂,即使身处工作状态也放心不下儿子 单亲妈妈不易 当天,赵丽颖并没有亲自现身,安排身边工作人员驾驶车辆到前夫冯绍峰的住处,把儿子接了回来 画面中,三岁的想想身高出众,穿着白色T恤和灰色短裤,打扮很接地气 尽管打了马,但依旧能感觉到孩子虎头虎脑,还戴了一副眼镜,不知是否眼睛近视 儿子走后没多久,冯绍峰紧随其后出现,只见他穿着白T恤搭配黑色短裤,头戴于肤帽,打扮十分随意 和赵丽颖离婚后,他一直很低调,孩子大多数时间都由他来照顾,也算是尽职尽责的好爸爸了 最近,赵丽颖新剧与凤航在恒店开机,工作十分忙碌的他,想必也是精力十分有限,无法时常陪伴儿子左右 早前几日,就有媒体拍到冯绍峰带着儿子,想想和朋友一起聚会 聚餐不久,想想被助理从酒店大堂中抱出来,孩子安静地坐在助理怀中,手上还拿着个玩具,全程十分配合 但从孩子的脸型依稀可以看得出来,模样十分可爱,小胳膊小腿也很结实 助理把孩子抱出来后,进入车内,想想安静在座位上玩 这一幕更是让粉丝们赞叹不已,太乖巧了 聚号 聚餐结束,冯绍峰与朋友们一一道别后,随即上车陪伴儿子,一行人很快离开 不得不说,冯绍峰和赵丽颖虽然已经离婚,但私底下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俩人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儿子 此前,两人因主演拍摄电影《女儿国定情》 这部电影上映后,虽多次被拍到同框约会画面,两人却十分低调,始终为官宣承认恋情 直到2017年,女方被拍到现身妇产科,恋情才呼之欲出 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的生日当天,通过社交平台官宣了与冯绍峰结婚的喜讯 这一步到位的操作,也是震惊了许多网友,引发巨大热议,但大家还是送上了祝福 结婚半年后,儿子想想出生,此后赵丽颖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 与冯绍峰也长时间保持异地夫妻的状态 也许正因为长期不在一起,俩人的感情很快发生变化 结婚不到三年就宣布离婚 但好在二人虽不再是夫妻,但却一直承担起父母应尽的责任 真正做到了好聚好散,和平分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